金融新的一周 首先关注在星期一发布了一份中国方面官方的调查显示 8月份中国新房平均价格的增速较7月份出现加快 另外中国央行在星期进行人民币2500亿元的逆回购 全日的镜头放达1700亿元 在美国方面我们关注9月份房产市场指数上升到65 美元的走势现在呈现走软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上涨到1.174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上升到1.3078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则是下探到101.69 今天会关注的焦点是 欧元对于日元的比价现在下滑到101.63 整个比价的走势呈现熊市下探的态势 而且可以看到20小时和50小时的均线也是出现下滑的 相对强弱指标RSI的走势也是呈现熊市下探的态势 未来如果比价是在114.45之下的话 可能会首先滑落到113.1之后走软到112.75 如果比价能够反弹并且保持在114.45之上的话 将有望能够达到114.75之后上升到115.15 再来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在星期一出现反弹的 黄金的价格现在上升到了美奥斯1318.30美元 黄金的走势呈现牛市攀升的态势 进入了新一轮的上升 已经打破了之前一个熊市的轨道线 未来有望会看到相对强弱指标RSI的走势 也是呈现反弹的 如果金价维持在美奥斯1309美元之上 有望首先上升到美奥斯1321.50美元之后 上升到美奥斯1326美元 如果金价出现下滑并且跌破美奥斯1309美元 就可能会首先滑落到美奥斯1305.75美元之后 走软到美奥斯1302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上升到了美奥斯19.27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宜嘉 欢迎继续锁定 追定三筹 财经电视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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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奥斯142